遠處一劑猛烈的炮彈差點擊中 正在小心前進的 烏克蘭第三突擊率 這裡是烏克蘭東部阿夫迪夫卡 西邊的奧爾利夫卡 烏克蘭第三突擊率 正以當地為據點 試圖擊退俄軍奪回領土 一小隊士兵發現 俄軍藏身處後 改用近身站 徹底清除敵軍 烏軍還在阿夫迪夫卡附近苦戰 90公里外的巴赫姆特西側 又遭俄軍奪下一座村莊 克拉斯諾耶 俄羅斯國防部 聲稱四度擊退 來自盾內刺客的攻擊 讓烏克蘭損失200位士兵 俄軍也不想讓敵方 有喘息空間 中午在出動18枚飛彈和25架無人機 連夜空襲烏克蘭 隔天救難隊前往基辅公園調查 赫然發現匕首飛彈碎片 俄軍攻擊目標同樣也是烏克蘭基礎建設 在俄羅斯上週五轟炸烏克蘭電網後 東北部的哈爾科夫至今還有20萬人沒電可用 當地通訊服務一度中斷 直到恢復供電為止 警察都在路上指揮交通 地鐵站也只能充當避難所 目前只有三分之一用戶 有暖氣可用 電力公司也開始制定停電時間表 減少電網壓力 好盡快修復 連日攻擊造成烏克蘭最大民營能源公司 損失50%產能 只能增加電力進口 地下一個除氣草地點也受損 但外界最擔心的是俄羅斯週末的攻擊 對烏克蘭西邊的北約成員國波蘭 造成更直接的威脅 波蘭軍方表示 侵入領空的俄國巡弋飛彈 速度高達每小時800公里 離地面有400公尺高 要求俄羅斯做出解釋 離北約與俄羅斯全面開戰 就只差一瞬間 然而俄軍似乎就是要藉此警告西方 軍援烏克蘭的下場 因為烏軍週末才成功用英國援助的 暴風引巡弋飛彈 集成俄羅斯兩艘大型登陸艦 另外俄國指控烏克蘭在用五人機轟炸邊境的貝爾哥羅德造成一絲五傷 讓俄羅斯更有底氣 對烏克蘭境內加大攻擊 專家表示 就算俄國遇上恐攻 普京還是會繼續攻擊烏克蘭 試圖維持他在俄羅斯人民眼中 能保護國家 不受侵犯的形象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